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來到桃園華泰名品城 來這逛逛街吃吃飯囉 華泰名品城這裡占地廣大 閨位又多,還蠻值得逛的 就在高鐵和機場捷運站出站就到囉 非常的方便 這裡採半開放私的賣場 中間有個噴水池的廣場 這裡美食街有各式各樣的餐點 在這裡好吃又好玩 我們今天主要來這邊的一家餐廳 三合院來用餐 順便大家來這邊逛逛看看囉 在防疫期間用餐 幾乎每一家餐廳都要量體溫 這一點在所有的台灣餐廳都做得很不錯喔 這家三合院台灣風格的餐飲 在台北早已經很有名氣了 整個店內的裝潢算是蠻時尚的 店內空間寬敞舒適 座位數看起來也超級多的 人數不管多跟少都有適合的座位可以做 菜單的部分有分合菜菜單 節慶菜單 也可以單點喔 菜單上除了照片 價格 菜名 還有簡單的介紹 供大家參考一下喔 看完菜單介紹之後 我們覺得每一道菜都相當的不錯 於是我們選擇了私人套餐 試試囉 首先上桌的是四喜平盤 每一道菜都相當的不錯 這一道菜是福菜貴族筍滷肉 滷的相當軟爛 相當好吃喔 這一道是相當下飯的飛魚卵 老皮嫩肉 以及鹹豬肉辣肉炒飯 第一次吃還不知道如何下手打開這個炒飯 打開之後看到這金字塔的炒飯 你是不是也想來一碗呢 這道家有義大利香醋拌炒的雞丁 可說是色香味俱全 再來是用新鮮雞肉炸的外酥內嫩的 辣子跳跳雞 這一道是水果大蝦球 以及 酸甜醋溜好滋味的糖醋魚片 在三合院服務人員端上的每一道料理 的擺盤都相當的驚艷 首先在美食的色香味 色的部分 就已經獲得了很好的評價喔 然而在味道上面 口味上面也做得相當的不錯 說起來每一道都很好吃喔 今天桃園華泰名品城三合院餐廳 就會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會喜歡 喜歡的朋友別忘了幫我按讚及分享喔 新加入的朋友也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